随着这一件刺取 让中原陷入三百年黑暗的八王之乱正式开始 第一战楚王司马尾诛杀汝南王司马亮 楚王司马尾在得到贾南风的诏书之后 于是联合淮南王司马宇 长沙王司马懿 成都王司马尹 带着两千多人马连夜偷袭汝南王司马亮的府邸 司马亮是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 为人十分懦弱 此时的他掌握着军政大权 府中拥有数百位队同时也可以外出调兵 当手下李龙告诉他楚王司马尾已经带兵前来讨伐他 要他当机立断率兵抵御的时候 却被司马亮阻止了 此时的司马亮还以为楚王司马尾是假传圣旨虚张声势而已 觉得自己对于朝廷并没有二心 皇上不可能下旨讨伐他 因此没有做出及时应对 他却忽视了楚王司马尾背后的真正执行者贾南风 正是贾南风一手逼迫敬惠帝司马中下的讨伐诏书 就在司马亮不作为的这段期间 楚王司马尾和公孙红已经攻破司马亮的府邸 很快就杀到了司马亮的家中 没有任何迟疑就杀死了司马亮的儿子司马鞠 又下令把司马亮绑起来 此时的司马亮才后悔没有听不下直言 才落得如此下场 可是已经晚了 与此同事司马尾也派清和王司马侠冲入了魏冠的家中 没给他任何解释就将之刺杀 并且将他的儿孙九人一同杀害 只有两个孙子未早未戒由于不在家中才逃过一劫 魏冠曾经一记害死忠惠邓爱将为三人 殊不知自己结局也不好 不久之后司马亮也被贾南风下旨斩首 一夜之间同时除掉司马亮和魏冠两大权亲朝野的大臣 楚王司马尾一举成为朝中最有权势的诸侯 正所谓身怀利器必然会遭人不满 部下宫孙红和齐圣有此劝说司马尾趁着兵权在手 顺道把贾南风手下的贾密郭章等人一并除掉 这无疑是砍掉了贾南风的双臂 如此楚王司马尾便可以掌控朝中大权 可司马尾却在此时迟疑了 他见识过贾南风的手段 如果不在此时除掉贾南风日后必然会鸟进宫藏 到时候再后悔也只能和司马亮一样束手就情了 可司马尾还是对贾南风抱有一丝幻想 当初除阳郡的时候就是贾南风召他入京并且威以众人 如今讨伐司马亮又对他威以众人 足以看出皇后贾南风对他的信任 司马尾就此错过了铲除贾南风的机会 马上他就要后悔了 正如公孙红所料 张华很快就找到贾南风身边的红人董猛 告诉他楚王司马尾向来刚愎自由 必然不会久居于人下 日后必然还会叛乱引发霍乱 不如一次性将他除掉也可以减少霍乱 就说楚王所为乃假传圣旨 谁还会再听他的 那么如何发落就取决于皇上皇后了 董猛于是将张华的计谋告知贾南风 张华所想正和贾南风眼前的处境 好计这才叫快刀斩乱吗 楚王司马尾的野心一点也不低 不然也不会两次听同贾南风的照明 如若让他根基稳了必然比起杨骏司马亮更加难以对付 贾南风于是按照张华的献计 在第二天就让董猛去宣告司马尾的罪状 说楚王司马尾假传圣旨擅自杀死两位载辅大臣 按照法律应该斩首 司马尾听后一脸猛逼 皇上并没有除司马亮未冠之意 全系楚王假传圣旨谢私奋 众将不可从议啊 这些将士一听楚王假传圣旨 担心受到牵连立马仓皇出走 司马尾这才惊醒过来 立马掏出贾南风给他的诏书给将士们看 大喊自己并没有矫诏 但并没有任何人回应他 司马尾还想召集本部兵马做最后的反抗 可公孙红却告诉他已经晚了 本部兵马早已经退去 已经错过最好的反击时间已经无力回天了 贾南风派来的官员也在此时将司马尾带骨关押起来 相比司马亮和司马尾的优柔寡断 贾南风则是雷厉风行更加狠辣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深夜找到皇帝司马中要他下诏楚四楚王 司马中虽然有点庸弱 但也能听出其中厉害 表示楚王并没有矫诏了 傻子的好处就是让他干嘛就干嘛 司马中向来惧怕贾南风 只好按照贾南风的意思下诏楚四弟弟楚王司马尾 直到此刻司马尾才后悔没有听公孙红之言落得如此下场 会不听公孙红之言哪 贾南风就此凭借他高超的权谋手段 除掉了八王之乱中的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尾 这是第一次八王之乱 下一次八王之乱还要等十年 除掉司马亮和司马尾之后 贾南风就此掌控了西晋王朝的命脉 开始任命贾家和郭家的人进入朝中 属于贾南风的十年就此到来 贾南风由此成为西晋王朝的实际掌权人 他的私生活更加肆无忌惮 以往都是让董猛一次带一个入宫 如今直接一次叫来了三个十七八岁帅小伙 为了不被发现 完事之后无一例外和以前一样被带到郊外打了 如此丧心病狂的行为 使得洛阳一个月失去上百个美男子 洛阳城里出了几件遗案 郊外荒野处常发现一些青年男子尸体 都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 多是从背后一箭刺死 这些人各个相貌俊美 大臣们一番调查之后 还是了解到这是皇后贾南风所为 但碍于贾南风掌控朝政都不敢声张 如此命案也就不了了之 享受权力带来快感的贾南风 也开始整治曾经和她有仇怨的人 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被她关在金庸城的婆婆太后扬指 已经两年多没什么消息了 贾南风决定亲自前去一探究竟 当她来到破旧的金庸城时 贾南风本以为费太后扬指会过得十分凄惨 没想到还有两个宫女伺候 还一口一个太后叫着 而扬指则是岁月静好的看着书 这可把贾南风气坏了 这倒成了你读书敬仰之地了 让你在这享福的吗 贾南风骂完之后 又把费太后扬指的粗茶淡饭打翻在地 随后把两个宫女全都带了出去 不要叫她在这儿好好的享福 上锁 又让董盟把金庸城所有大门都锁起来 不允许任何人给太后扬指送吃的 目的就是要把婆婆扬指活活饿死在金庸城 在寂静无人的金庸城里 饥饿的扬指喊破喉咙无人硬拔 只能和老鼠抢吃的 坚持了八天之后还是被活活饿死 贾南风担心扬指死后会变成恶鬼找她索命 更是让人给她定做了一个桃木棺材 入殓的时候脸朝下 整个棺材都贴满符咒 扬指曾经几次救了贾南风的幸运 没想到先是被贾南风灭了全族上千人 之后又被贾南风饿死 解决了太后扬指之后 最令贾南风放心不下的就是太子司马玉了 司马玉到底是谁的儿子一直正义不断 五岁就很聪明被爷爷司马严格被立为皇太孙 由于贾南风一直生不出儿子 对于司马玉十分提防 担心司马玉长大后太精明自己多不过 为此贾南风采用捧杀方式来培养司马玉 不管司马玉喜欢什么 贾南风都尽全力满足 试图把司马玉朝着坏的方向培养 太子不喜欢读书啊 对于司马玉有利的贾南风阻止 不利的则是尽量满足 五岁就聪明的司马玉长大后 已经和方仲勇一样平平无起了 整日不学好还喜欢挂羊头卖狗肉 在东宫开了一个菜市场 他自己当起屠夫 操刀切肉只要用手掂量一下 就知道轻重并且分毫不差 为了增加乐趣 他还让宫女太监扮成小贩讨价还价不亦乐乎 贾南风得知此事高兴坏了 其母屠家女 此事真可谓是祖传了 堂堂大进太子 掏此剑业 真可谓是旷古其文啊 但这还远远不够 贾南风还要继续纵容司马玉 这一不学无术的行为 让他变成一个普通人 这样他就能减少废除 司马玉太子之位的阻力 也好让他的贾儿子司马卫祖上位 可他的母亲郭怀并不知道女儿所想 对于这个太子还是十分敬重 还想把自己的外孙女 韩景嫁给司马玉作为太子妃 只有如此才能保住贾家和郭家的前途 司马玉也对韩景一见倾心 别看郭怀年轻时候骄横跋扈 年老了却看得很远 可当他组了饭局和儿女商议这一关事的时候 却同时遭到了贾武和贾南风的反对 他们都知道司马玉未来不可能成为皇帝 他若继位 我的魏祖往哪摆啊 一个屠家女的儿子 也想当什么皇帝 为了避免和太子司马玉结亲 韩寿推荐了王眼的两个女儿 长女和风十七岁 少女慧风十五岁 长女王和风长得国色天香 被贾南风嫁给了侄贾面 而姿色一般的王慧风则是嫁给太子成为太子妃 这明显就是欺负太子 朝中大臣虽有意义也不敢多说 也就在此时八王之乱最核心人物出现 他就是赵王司马轮 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 原本没什么本事 镇守关中地区没几年就搞得一塌糊涂 由此还引发了敌人枪人的叛乱 但他有一个本事就是善于产妹 经常给贾南风送金银珠宝 为此即便是犯错了也没受到什么惩罚 还被征召回洛阳担任重要职务 为了安抚关中 并外派司马懿的第八个儿子梁王司马戎前去镇守 司马轮没什么本事还坏事 坐镜居然能进入京城担任重要职务 也让朝中担任宰府的张华培伟担心不已 害怕会出现新一轮诸侯内乱 但司马轮又是皇帝的叔祖父 还得到皇后信任 他们也无可奈何 为此张华想到了一个办法 奸人之雄入朝恐又扰乱朝廷 今可遣梁王斩孙秀 不知可否 此计甚好 杜绝祸患 朝中庶民 方可太平 原来赵王司马轮能力一般 但却有一个计谋百出的狗头君是孙秀 可惜品德不行 张华于是让梁王司马戎前去交接的时候 把孙秀杀了 如此便可以断了司马轮一臂 司马轮一听到这消息 立马给八哥司马戎下跪 甚至以性命担保为孙秀求情 梁王司马戎见此情形 这才不了了之 可孙秀却对张华怀恨在心 发誓一定要报仇血恨 请记住孙秀这个改变历史的小人物